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单的一个练习吧 然后我想想去就可能是呃 Logo开始开始做吧 就先试一下比较简单的 那今天第一个比较简单Logo 就你们就上面打Logo 然后上面点一下这个Samsung 然后我们就做这个吧 好吧 做三个Logo吧 后面或者你们有什么想做 你们跟我说一下 然后留言 我可以就说中间给你们插一下这样子 或者另外再开个系列 就专门就是那个互动的 就interactive的这样的一个系列 可能是说你们发某一个 然后我看一下或者 然后我就另外这样子做呗 然后那个这样子选这个 然后我点一下那个pinscreen 你键盘上面那个pins 就是打印那个print 然后那个screen就屏幕pinscreen 有这样子 然后我在这里回到AI时候 Ctrl V 对贴上 然后就可以对 那这个东西你就发现对 有了哎好这个目的达成了 那这个图有点大怎么办 好我们先回想一下之前所讲的一些功能 对吧 首先这样子我们先拉一个这样子的快 对吧 然后呢全选上 然后make it mask 对哎我们东西就有了 好那一个我们先做一下一个简单一点的samsung 对吧 应该是有我不确定有没有空格 然后就先打一下吧好吧 然后这个samsung的话 反正就我们选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字字体 好吧 然后应够粗吗 我我我我还对一下 因为我也要 然后这样子嗯好像不够粗啊 他的字体比较扁 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接近一点 因为呃说实话 我没有那个就收集字体那个习惯 你们有的话可能是说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还是自己收集点字体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接近了啊 然后这样子拉近一点 然后往上拉啊差不多吧好吧 然后呢就这样子 我们再拉一个另外一个型 团形对吧 团形对 然后呢这里呃挪到一个边角时候 你看对就变成这样子一个形状 就这样子一个旋转的形状 对我们可以趁这个时候我们拉一下 再按着去对圆比例缩放 我不确定samsung的那个是不是这么画的啊 然后这样子再一下 然后我们再在边上那边来再拉一下 做些比较简单的呃我不要担心这个 不好意思 然后点一下V对 然后呢也可以点一下啊反正差不多吧 呃然后呢我们这时候我们放这里一下对吧 因为他samsung这有点贴边的 那我们先把这个字体点一下白色 你看到这里那记得这两个分清楚啊 这个在前面了 因为这时候呃字体arrange to from啊 然后这时候你看哎好像差不多了啊 这样子对吧 然后这里有点贴对吧 那可能我们挪不太准 那后面那个蓝色怎么办呢 点一下爱对抽选色哎 你看到现在能懂了吧怎么用这个功能来看到了 今天我们做这个logo用了好几个功能了 这个字体什么的呃可以选些你们适合的 那你想加粗啊或什么的 你们可以这里去改或者就选一些比较合适 字体什么的等等的呃是这样子 那今天呃吸管工具对吧 前面讲过的呃形状工具对吧 然后旋转了对吧 然后那个字体对吧 我们也用了 然后我们回来一下这个a Ae那这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文字编辑怎么做 通常是这样子 控究控究控他就 karş peuventcić对吧 群组了控 элем え noticing え控制ates 他还控制ate 然后再控制ate 控制ate change Alī以后 Etc 然后这里ok了吗对吧 然后在那个控制信加 G 把这个剪开 然后再控制 ani 对吧 记得不要露错 Shift加O是增加页面 Ctrl Shift加O的话就不一样了 Ctrl Shift加O就是说什么 转取 转取意思什么呢 把你的文字变成一个死量图 死量图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呢 Ctrl Shift加G EFGG 对 你会看到这个字体不能再编辑了 那就这样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把它完全变成一个图片档 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很简单 现在删掉 对 然后你看就出来了 当然有些字体可以这么做 有些不行对吧 那有些又不行的话呢 可能是说有时候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字体还在 那怎么办 很简单吗 我们可能是这样子 哎 我们可能这样子拉一下对吧 哎 这样 呃 哦 这里 啊 我们这时候先把颜色取消掉啊 点一下这个 然后你看到对我们选颜色都是 现在不管怎么购都没有颜色了 大概我们可能大概这样子勾一下吧 好吧 然后啊 大概放大一点 大概把我我点的不是很准啊 我希望你们不太介意 然后我这时候选一个黄色吧 然后对这两个右键也可以的吧 你也可以自己再画一个都没有问题啊 通常是这样子转取是这样啊 是为了说啊 让那一个什么就是让那一个字体对吧 因为不是像我现在这家电脑 如果你说你三分字体像现在我没有了对吧 那通常别人要给我保证他那个字体不变形怎么办 就是转取就Ctrl Shift加O 对吧 记得快捷键 呃 我希望如果讲得不清楚 你们下面留言给我拿哪一个分哪秒 我给你们回复啊 好 那一个今天的这个第一个logo很简单对吧 好 那一个下面的话会两个会更多呢 这大概就是说凡成型就这么成型 你看到图层字要在上面底色在下面 你要有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概念非常清楚 好 那一个下节课我们会这样子 我会更多的锻炼你们那个钢皮工具慢慢抠 这样子啊 好 那一个的话 今天课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微信或者下面留言给我 好 谢谢大家